來 同學請看這邊喔 我們上次喔 幫你複習到絕對值的概念對不對 我現在跟同學講一下喔 絕對值它一開始的定義是跟什麼東西有關 對 沒有錯 來 我這邊再寫一次喔 絕對值它一開始的定義 是跟距離有關係 好 反正喔 不要講話喔 然後同學你看喔 我現在要示範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我們從現在開始要會所謂的拆絕對值 絕對值你要能夠把它怎麼樣 把它拆開 絕對值你要能夠把它拆開 拆絕對值是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來 同學請看這邊喔 如果 FFX的絕對值 你要把這個絕對值把它打開的話 當 FFX大於等0 同學他如果是正的或者他是0 請問你這個絕對值可以直接怎麼樣 可以直接拿掉 他就是誰 他就是 FFX 來 跟著我一起寫 把它寫上去 這樣可以嗎 通常大部分的學生喔 在這裡的學期不會有太大的傷害喔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請問同學 3加上絕對值是多少 就是 3阿 對不對 反正你大於0加絕對值 就是他自己嘛 那如果是0的話 畫絕對值是誰 也是他自己阿 我相信這樣講 應該每個同學都能夠接受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喔 當他大於等於0的時候 這個絕對值可以直接脫掉 完全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 注意喔 這個是很多同學比較不會的地方喔 如果他是負的 可能絕對值能不能脫掉 可以 可是脫掉之後 要加一個什麼號 要加一個負號 所以他會變成負的什麼東西呢 負的FFX 我在旁邊喔 把這個概念喔 重新再跟你詮釋一次喔 比如說同學 負5掛絕對值 很多人都會記這個絕對值喔 就是他會把負號吃掉對不對 其實你就這樣想 這個絕對值能不能直接脫掉 負的絕對值會等於負5阿 當然不會 你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為什麼要加一個負號 負負會怎麼樣 負負會得正嘛 所以這樣出來才會是負 這樣你聽懂嗎 所以不管你是大於等於0或小於1 絕對值都可以脫 但是脫掉之後你要注意 一個是會等於他自己 一個是要加固 這樣了不了解 這樣可以喔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談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我現在講的東西 在課本的第36頁 下一個問題是這樣 A跟B都是什麼數 都是實數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東西喔 A跟B都是實數 那請問你 A減B的絕對值會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A跟B都是實數 兩個數相減取絕對值 它的含義是什麼 當然這個時候 同學我們現在要開始學會把絕對值拆掉 來 我們開始來拆這個絕對值喔 拆絕對值的時候 你就要去考慮 來 第一種情況 當A大於B 如果A比B大呢 對不對 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當怎麼樣 A等於B A跟B一樣大的時候 然後第三種情況是當怎麼樣 A小於B啊 這叫三一律對不對 對啊 兩個實數嘛 它們的關係只有這三種可能性啊 A比B大嘛 A等於B嘛 不然就A小於B對不對 只有這三種可能 那我們現在呢 開始來看喔 同學我問你喔 如果A大於B的話 A減B是不是大於B 對 所以這時候絕對值怎麼樣 就直接給它拖掉 這個傢伙就是誰 這個傢伙就是A減B啊 這樣可以嗎 這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問你喔 如果A等於B A減B的絕對值是多少 就0喔 對不對 這個傢伙就是0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如果A小於B A減B會是負的 絕對值可不可以拖掉 可以 可是拖掉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號 所以它會變成負的括號 A減B 負的括號A減B 其實你把這個負號把它省進去 它有另外一種寫法 它的另外一種寫法叫做什麼 叫做B減A對不對 對吧 它的另外一種寫法 好 那我相信喔 同學你從這邊已經開始有一點概念喔 當A大於B的時候 請問你 A減B代表什麼概念 欸 同學我問你 比如說我舉實際的例子 2跟5 對不對 假設現在這個A叫做5 這個B叫做2 來 我現在問同學喔 請問你 A大於B的時候在數線上 用大的數字減掉小的數字 我會得到什麼東西 你覺得我用大多數字 用5-2會得到誰 會得到這一個線段的長度 叫做誰 叫做3啊 對不對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然後同學你看喔 A檔於B的時候 這兩個點在同一個位置 相減這個當然是0嘛 OK 那A小於B呢 一樣喔 A小於B 我這邊畫一個圖給你看喔 A比較小 B比較大 比如說A是1 然後B是多少 3 A小於B A減B的絕對值 它事實上就是B減A 所以一樣它是大減小 來 大減小 那請問你在數線上 大減小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一段的長度嗎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現在應該慢慢理解一件事情 理解什麼事情 兩個時數相減取絕對值 你會得到什麼東西 你會得到這兩個點的什麼 距離啊 你懂嗎 這在課本的第36頁、37頁這裡 好 來 課本它上面是這樣講 這個好了 兩個時數相頂取絕對值 你會得到AV線段的長度 這樣可以嗎 你看一下課本 來 我現在帶你看課本 課本36頁 來 速線上的分點公式 我帶你看 他說在時數的單元中 我們學過速線上的所有點都對應到一個時數 稱為這個點的坐標 A點的坐標叫做X 我們以X的絕對值來表示 A點跟遠點的距離 來 最後把它畫起來 X的絕對值 表示A點跟遠點的距離 這個是絕對值的定義 好不好 然後對於這個X的絕對值 我們有以下的性質 那個以下的性質 就是我現在黑板上寫的這個東西 絕對值可以拆掉 但是你在拆的時候要注意 它裡面是正的還是負的 如果是正的可以直接拆開 如果是負的把它拿掉也沒關係 要加一個什麼號 要加一個負號 這樣OK嗎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36頁的下面 速線上兩點 大A跟大V 坐標是小A跟小V的時候 同學你看他剛才就是在做我這個分析嘛 就是說兩個時數相減取絕對值 會得到這個線段的什麼 會得到這個線段的長度 這個很簡單對吧 OK 來看到37頁 把上面那就要畫起來 不論A與B的大小 大A跟大V這兩點的距離 可以表示成這兩點坐標差的絕對值 也就是說 AB線段的長度 就是A-B掛絕對值 這樣聽到嗎 這可以喔 好 可以的話請你翻開你的課本 等到後面的地方 來 38頁 欸 我要講38頁喔 來 38頁 38頁這裡喔 有一個題目喔 我直接帶你看那個垂堂練習喔 這個垂堂練習是個不錯的問題喔 這個題目它是說喔 有一個A點 它的座標叫做根號2 然後有一個B點 欸 不是B點 是Q點 來 有一個Q點 它的座標叫做五分之 3根號2 再加上2根號3 這樣可以嗎 然後還有一個B點 然後還有一個B點 叫做根號3 他說這個是座標 速線上的3點 然後第一小題 OK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第一小題它要你去說明喔 這個Q點 Q這個點 它會在AV這兩個點之間 然後第二個問題 它要問 AQ線段的長度 比上什麼 BQ線段的長度 好 自己理解 好的 來看我這邊喔 我教你喔 這個其實很簡單 但是這個東西喔 你要想想看喔 你要怎麼樣去說明 這個Q點在AV線段的中間的某個位置 我先畫圖給你看喔 這個我圖畫在這邊 來 你把這個圖畫上去喔 這個是A點的座標 這個叫做誰 根號2 然後這個是B點的座標 這個點叫做誰 根號3 然後它現在要你說明一件事情喔 說明什麼事情 這個Q點剛好會在AV線段中間的某一個位置 好 Q點在哪裡不知道喔 但是它要你說明說 它應該會落在AV線段上的某個位置 Q 好 那請你 你要怎麼說明這個Q會在AV線段上 你要怎麼說明 其實很簡單喔 來 我寫給你看喔 你跟著我一起寫喔 你要說明這個Q點在AV線段上 你只要說明這個Q點怎麼樣 這個Q點在這個A點的什麼邊 你只要說明這個Q點在A點的哪一邊 右邊啊 對不對 右邊 來 寫上去 然後這個Q點在哪一個點的左邊 錯欸 沒有錯 Q點在V點的左邊 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對不對 這個Q點在A點的右邊 而且這個Q點在V點的左邊 那不就代表Q點在AB 這兩點的中間的某個位置嗎 這樣聽到嗎 然後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兩個是且喔 要在他的右邊 而且要在V的左邊 這樣可以齁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好 那你說老師 我怎麼知道這個Q點 有沒有在A點的右邊 那很簡單啊 你用Q的坐標減掉A的坐標嘛 看會不會大於理就好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來 我寫給你看喔 你要怎麼說明Q點在A點的右邊 我們試試看好 來 我畫個底線 欸 這一件事情要怎麼說明 你要怎麼說明Q在A的右邊 你就用Q的坐標去減掉乘的坐標 去減掉A的坐標我們就好了 對不對 欸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真的來減減看喔 Q的坐標叫做 來 五分之 三更號二 加上什麼 加上二更號三 然後再減掉A點的坐標是誰 更號二 欸 這沒有問題喔 好 那你就真的去減它 來 我減給你看喔 這個東西會變成五分之 來這裡是三更號二 好啦 安心安心喔 然後加上這裡是二更號三 然後再減掉什麼 再減掉五倍的更號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們每個步驟都寫清楚對不對 對吧 我們就把它寫清楚嘛 就通分就好啦 然後這個東西你再看喔 我稍微整理一下 這裡會變成五分之什麼東西 所以三更號二減五更號二 所以這邊會變成二更號三 再怎麼樣 減掉二更號二 欸 這樣寫也沒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喔 稍微整理一下 它就會變成五分之 來 這裡有二 我們把它提出來 然後這裡是更號三 減掉更號二 好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根號三減根號二是不是正的 沒有錯喔 這個東西它是正的 好 這樣你聽懂嗎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我現在用Q的坐標 去減掉A的坐標 結果發現Q減A大於0 所以同學 我現在是不是已經說明 Q點在A點的右邊 沒有錯吧 欸 可以嗎 可以嗎 OK嗎 帥哥可以嗎 到底行不行 只會我們再講什麼 懂不懂 好像懂對不對 好 沒關係 再講另外一個 來 看這邊 好像略懂略懂 來 同學那我問你喔 你要怎麼說明Q點在V點的左邊 很簡單喔 你就用Q的坐標減掉V的坐標 來 我畫給你看喔 欸 你看我這邊喔 你就用Q的坐標減掉V的坐標 反正這種事情就是這樣子做 Q點的坐標是 5分之3更號2 加2更號3 然後減掉V點的坐標是誰 就減掉更號3啊 欸 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們在寫什麼齁 就想解就好 然後現在喔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它會變成五分之 這裡是3更號2 然後加2更號3 請問你上面要寫什麼 上面要寫負的5更號3 欸 這樣可不可以 知道我們在寫什麼齁 好 然後 來 繼續寫喔 這東西就可以寫成五分之 欸 我看一下喔 3更號2 2更號3-5 更號3所以會減掉3倍的